口紅出到現在真的是 任何一個女生家裡 化妝還抽屜打開 沒有超過50支的 不叫女生了 這個用下去啊 你知道 小模就變超模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我們有一集影片 是介紹明星們的彩妝師 那我們知道啊 其實凱咪老師很愛在她的 YouTube頻道 分享一些反串妝 她每次一化女生妝 真的是非常的妖嬌美麗 那她裡面啊 其實有介紹很棒的一些 歐美裸色的唇膏 還有一些比較亮色的唇膏 其實非常非常值得推薦 口紅出到現在真的是 她也 大家選擇已經到了一個 你知道 已經到了 麻木了 對 麻木 麻木 這也很好嗎 沒感覺了 就是 任何一個女生家裡 化妝還抽屜打開 現在沒有超過50支的 不叫女生了 對 然後大家已經選擇 已經不知道的 沒感覺了 那 但是呢 最近有發現兩支口紅 就是重新 染起了我的那種 你知道 對唇膏的那種熱情 這個品牌是 呃 來自 內地 的一個彩妝師品牌 李冬田先生他自創的 彩妝品系列當中的這個 唇釉 這一支紅唇呢 呃 當時你看這包裝就是 欸很簡約很漂亮 然後 很 很時尚 可是呢 大家都覺得 嗯 已經沒感覺 因為你 放眼望去 不就這樣嘛 紅唇嘛 但是呢 你一用 你一定會嚇到 這個畫下去 呃 你肉眼看 是很美沒錯 可是它最好看是在鏡頭裡面看 就是 你從攝影機裡面去看 然後你從 呃 手機去看 你從印刷品去看 我跟你講 就是 大氣 這個紅就是會讓你看起來像大牌 好 算是正紅 這個紅我覺得 它應該就是比較 它是比較冷色調的紅 對 對 帶藍光的紅 那 這個用下去啊 呃 你知道 小模就變超模 真的 然後 然後 二三線的女明星用的就是一線女明星 它就是 我覺得就是 真正的紅彈色 真正的紅彈色 沒有在開玩笑的 很多人都說他們家的紅是 經典紅 爵士紅 可是 冬田大師這個 二十一號這支紅啊 真正的就是 一線女明星 大 大腕的色 對 真的是大腕 就是參想去說 哦 這個不簡單哦 這是somebody哦 真的 就是氣場來自這個 我已經很久沒有被 啊 紅唇感動了 包含自己調 自己去配 都配不出這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的 呃 配方顯色 呃 呃 技術 我真的是覺得很讚嘆 就是 而且它乾了之後會 呃 就是會 黏在嘴巴上面 幾乎不掉 很久 對 啊 非常持久 所以譬如說 長時間拍攝 或者是有些外景的話 用了它就不用擔心 不用一直 對 這支真的很可以 比較難買啦 那大家就自己想辦法 對 對 這個呢 是 啊 King Kardashian 他自己的 同名品牌 然後呢 他最厲害的 他們品牌的標誌就是 裸 裸色系 然後他們家的裸唇 特別出名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買裸唇 各種的裸 夫裸啊 卡其裸啊 然後 橘裸 然後藕裸 就是各種 帶灰 帶偏藕 然後 然後各種裸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喜歡擦裸 對 我自己本身 不瞞大家說 我今天擦的就是 就是 King Kardashian 對 King很時髦啊 時髦的人都要能駕馭裸唇 這太時髦了 看一下 這支你看 這個 就連今天本人就擦掉 對 真的就是 我今天就擦那個 對 就是 這個的霧呢 就是 你知道 消光 消光到一個乾乾脆脆 對 然後有的霧 不夠霧就會用一種方法叫絲絨 霧光 或者是說 微霧 對 那 那就是 你知道 因為它弄不到完全的 對 這個霧就是 沒有不囉嗦的霧 就是擦下去之後呢 你就是會 整個就是 啞光 就是霧霧面 很像是已經鋪上 蜜粉厚的效果 對 那它也不太乾 所以 這也是最神奇的地方 一般 霧感很容易就比較乾 但它 算是 霧裡面 不會讓你的紋路 變明顯的一支 你還可以搭配他們家這一支 唇線筆 這唇線筆是 King Kardashian 他的 彩妝師 瑪莉歐 跟他聯名的 一個系列當中的 這個顏色 只有一個顏色唇線筆 然後它是比較巧克力色的 然後它跟裸唇 去做勾邊 可以創造出很 漸層的感覺 對 甚至它的唇線筆 這一支單上 會有一個巧克力霧面唇 今天見到這些口紅啊 除了我自己個人很瘋 真的很喜歡之外 就是用過的對象 他們都會想買 對 就是 用在他們身上 很多東西都是說 好看 可是呢 就是這兩支很神奇喔 用在他們的身上 每一個人 都想要買它 你知道 當一個人想要買它的時候 代表它真的燒到了 所以呢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 你知道 好 趕快去搶 Go 對 好紅 你看它剛剛這個就 就變成霧面的 對 然後這也是 相容這樣 其實彩妝師啊 他們真的很厲害 就是在遮瑕這個動作 因為我們像我們這種手柴女啊 每次遮瑕都遮得不好 反而越遮越難看 彩妝師他們的遮瑕技術 以及搭配一個很好的遮瑕產品 才是一個完美底妝的關鍵 底妝我覺得現在 因為底妝從開架到專櫃 我覺得都很強 嗯 現在底妝是越做越好 越做越進步 那其實就是按照 膚質來選擇 但是我這邊 我覺得底妝類 可以介紹的是 是 我用 已經用快15年的遮瑕膏 它呢 是美國一個 非常非常有名的化妝師 叫Kevin Aucoin 他的自己的品牌 那他本人已經在天上了 對 那他們家最厲害就是 除了修容出來 就是遮瑕膏 那這個遮瑕膏 為什麼很厲害 為什麼推薦它呢 就是很多那種重症的血管 就是那種紫色的黑眼圈 藍色的黑眼圈 或者是斑點 咖啡色的斑點 然後刺青 要蓋的話 用它就對了 這個顏色它是SX09 是最有名的一個顏色 而且它很厚 厚到一個就是 厚到一個就是 嚇死寶寶的厚 但是呢 遮瑕膏就是要蓋啊 你買那個 提亮的遮瑕膏 幹嘛 那就不叫遮瑕膏啊 我覺得它就很純粹 因為它是一個老東西 那你看十幾年前 對遮瑕膏的定義就是 要遮瑕嘛 不然它怎麼叫遮瑕膏 不然它就叫做 微遮瑕膏 就好了 對 所以 這個是就是 針對重症瑕疵 重度瑕疵 非常非常有效的 一個遮瑕膏 凱咪老師啊 在影片裡面啊 跟我們分享說 其實以前 她最擔心的就是 睫毛 因為睫毛真的是很難控制 她除了發明了 她認為就是 世界上決戰的 睫毛膏之外 她還有搭配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很厲害的睫毛夾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既然講到睫毛嘛 那睫毛 睫毛膏之前一定要先夾睫毛 那這支睫毛夾呢 跟我已經也有 我覺得其實有十五年了 對 Cablon的礦 就是一樣 跟剛剛那個遮瑕膏 是同一個牌子 對 那其實他們 這已經都是 不知道第四支第五支了 然後這支已經不知道第四支 第五支了 他們的第一支 都是我大概在十幾年前 在紐約的百貨公司搶到的 對 那現在 鄰近你從香港也有他們的專櫃 或者是你上網訂其實都蠻方便 那這支睫毛夾的特點就在於呢 它非常的 也是走俐落乾脆型的 就是一夾就翹 然後呢 它的這個紅色的這個膠片 墊片 很Q彈 有些它的壽命很短 你夾沒幾下 它就已經 你知道 像橡皮筋已經淋去了 那個筋彈性皮法 這支是你可以用 你知道 如果你生意很好 生意很好 每天夾每天夾每天夾 我跟你講 很耐用 幾乎夾不爛 我覺得它關鍵在於 它這個橡膠墊的Q度非常棒 所以它睫毛夾這樣 睫毛這樣夾下去之後 就 睫毛就飛起來了 然後 所以呢 你必須要 要下好 離手 就是你 你不能 你就是說你的位置一定要下對 否則的話 就翹了 對對對 所以也好也壞 如果你很會夾的話呢 就超好 如果你是一個 不太會夾睫毛的 對於一夾就翹的東西 你還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 萬一你的角度歪了 它就是歪了 對 可是如果你很會它就是 哇 想它去哪就去哪 那種 操控感 想過睫毛的感覺 對 真好 那它沒有什麼特別 在它的弧度上 或者是一些其他設計上面有太多的文章 我覺得是一個很樸實 然後但是很好用的東西 不然我不會用這十幾年來唯一使用它 其他的牌子我也都用過 那可能有時候墊片比較 膠片比較沒那麼耐用 或者是弧度沒那麼順手 或者是其實 有些太花巧的也沒有那麼好用 那這就是很扎實的一隻睫毛夾 以上就是凱咪老師跟我們分享的彩妝秘技 還有它彩妝箱裡面的神奇寶貝們 如果你還想要知道其他彩妝師的秘密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再幫你們去挖挖看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